房屋是在对面 刚才我们也是从对面走过来的 是否很接近呢 它这里的煮沫就放在这里 放在櫃那里 其实当然是没那么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 今天想带大家来到这个湿坪 就看一间三房的半独立屋 这间屋其实就是我们一位客户 就较早之前经我们公司买入之后 就想作为一个长线投资 现在继续委托我们 帮他找租客和管理这个物业 过去湿坪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地方其实都可以说是 其中一个香港人很热门落脚的地方 之前来说其实也有一个讨论 如果是在伦敦区来说 最受欢迎的地方 如果香港人是进驱的话 其实Sutton是榜上有名的 可以说头三位来说 就是有Kingston,Barnets和Sutton 所以其实Sutton这个地方 和其他刚才所说的Kingston或Barnets 其实都有一个共通地方 就是因为这里的效网非常之好 而且这间屋也想说一下 你记得后面这间屋也是一个挺帅的 但除了这个屋形挺吸引之外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挺吸引的地方 就是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域 而且也有 playground 所以都挺适合有小朋友的 family 居住的 现在我们就事不宜迟了 就带大家进去看看这间屋里面 还有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 我们还没有去看这间屋里面之前 我们也去看看这间屋的外形 还有周围的环境 可以看到这间屋其实也挺漂亮的 还有白色外墙 还有前面也有一个 driveway 可以拍到一部车 还有也有 garage 其实后面已经做了conversion 但是前面也看不到 前面也维持有些可以储物的空间 还有这间屋其实是一个可以自动开的 我们可以开开来看看这个 garage 可以看到 按下vlog就可以开开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garage 有多大 现在其实不是很大的 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大概是四十多五十尺不够 一个位置就是做一些储物 后面其实已经是将后面那一段 已经是将它变成一个洗手间 好 现在我们先看看其他地方 现在散开 也就是散开 先看个vlog 这样就可以散开 好 我们现在看看周围的地方 其实刚才我所说 这里的环境是相当漂亮的 对面已经有一个公园 周围这条街 其实你看到都是一些树 里面有一个公园 里面有一个公园 那边其实来说 有一个 playground 这里有一个 playground 后面其实有一间女子的中学 Carsorten High School for Girls 我们也可以进去看看 可以看看那个地方 我觉得挺清幽的 而且还挺漂亮的 我们可以走回旁边看看 你看到其实仍然是有一些 因为现在比较晚了一点 但是其实如果是 平时可以想象 如果有些家庭 有些小朋友放学 放学后吃点点 这里很流行 然后其实可以过来对面的公园 和 playground 放电 特别是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真的需要 有一个地方去玩 特别是英国小朋友 精力也挺多 特别我自己本身也有两个女儿 都很清楚是这样的情形 OK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其实很多人都挺喜欢 除了是小朋友 playground之外 其实都喜欢逛逛公园 据个狗村 这里也会看到 除了黄昏时间 可能替有些狗村 要搬走到處 这一都挺舒服的 现在我们 priesel 现在可以进去мотр讨 这地方 其实有些中国人 也可以享用一下 都可以知道 有些鑫冰 鑫冰 有些游乐设施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坎坡 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这间屋就在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间屋就在对面 刚才我们也是从对面走过来的 是否很近呢 我们就看完这间屋周围的环境 我们准备进去看 好 我们准备进去这间屋看 这间屋其实外面有一个烫门 这个烫门其实还挺新的 进去就有一个座位 座位是比较小的 可以放到一个小的鞋柜 但这里面积来说 可能只有20尺左右 这个座位是很小的座位 但是当然Portrait其实也有作用的 一来可以隔声 保暖 或者有些感觉上是比较安全 不过这个作用不大 其实因为这里我们进去看这间屋门 这间屋门反而是一个安全门 所以说邮差都可能很清楚这个地方 他都不会锁这个地方 被邮差叔叔拉开这个门 就可以入信 入到这里 拉开了之后 那些信都是由这里进去的 其实这个门也很新 OK 这间屋其实业主都是做了一些翻身的 然后进去到圆关位置 圆关位置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暗 因为这里上面没有窗 现在虽然是日头 它的灯都是比较 因为西人都是比较喜欢一些有气氛的灯色 所以这里来说 相对来说我就觉得比较暗 再加上墙身都是有一些深蓝色的墙 这样就给入来的感觉 其实就挺阔落的 其实这里来说都是一个挺阔落的 的厚位 差不多这里有五尺 有五尺位 但是感觉上就比较暗了一点点 彩光就不是那么足够 OK 还有我们现在再进去就是洗手间 进去这个右手边门 其实就有一个洗手间 还有一个sour room可以说 这个sour room其实一点都不小 都有60尺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车房后面前面就做了储物 后面这里就做了一个 相对比较大的洗手间 或者是sour room 有60尺 还有你看到其实装修都挺漂亮 这里来说这边也做了一个小小的utility room 他就放了洗衣机 就是Wash and Dryer就在这里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后来 帮业主加进去的 因为前手业主就拿走了他的洗衣机 如果出租物业来说 洗衣机是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们也帮业主加进去 这里也是有一个utility area 上面可以看到有些柜 可以是放下一些厕纸 或者是一些杂物 都挺好的 你看到像一个sour 一个棋缸 棋缸里面那些浪浴设备 都很modern 还有这边来说可以 另外一个角度看看 但是其实就有一点浪费的 因为其实他现在的屋是三房 如果在楼下的车房改建 很多时候都会变成房 但是变成房的话 一定要有窗 这个其实是黑刺 不多不需要是黑刺 如果是可以正式做一个gallery conversion 反而在前面的摘位做一个窗 一个完整的房间就会好一点 也要值钱一点的房屋 不过我相信很有可能 可能是cancel不批 因为可能这个area 他那个泊车 因为我们之前也试过 有些其他帮一些客人 申请一些gallery conversion 有些就不批 这里有机会有股 有机会可能不批 所以业主后来就改变了策略 后面就加了洗手间 其实都ok的 加多洗手间 始终来说都方便用的 ok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 那他这里就有个通道 就可以去那个花园那里 ok 那我们就再看另外的 准备去客饭厅 那客饭厅其实呢 其实他就算是很吸引的 我觉得是 因为呢 譬如进来这里 这边就是个饭厅 那其实呢 他这里呢 就有一个客厅的 客厅呢 其实这个可以开大一点 做一个French Store 这个French Store 那这个客厅呢 其实呢 面积真的不小的 都有八三四尺左右 那么呢 就其实他那个 就是 你看到呢 其实呢 整个 这个客厅呢 其实都 那个size 和那个 就是装修都很漂亮 下面呢 就是灰色 灰色地毯 和上面是白色墙 那这里也有个很大的窗 那也是对着个花园的 刚才呢 就是我带大家看这个对面的花园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做一个客厅 其实就 挺好的 就是容易放傢俱 这边可以带雪柜 那边可以放一个 一套的大梳化椅 都没问题 而且呢 他就做了一个French Store 其实呢 这些French Store 以前是很流行的 那你关上了 其实好像这样 有机会聊 可能有一帮朋友在那儿聊天 那外面有一小朋友在那儿吃饭 那你可以关上French Store 好像这样 那你就都有一点私隐 是吧 所以都挺好的 OK 接着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饭厅 那我饭厅呢 其实呢 这个位置呢 整个饭厅的位置 都有850尺 也有一个半open的锤房 那这个锤房呢 就是刚才那个 有一部分 就是那个洗漱间 后面那一部分 那他这里就有一个U型的锤房 我开灯先 不好意思 好 OK 那 就 有一个U型厨房 那这里也有一百尺的 不小 还有来说呢 其实业主是 就是前手业主 那其实都是 刚刚 就是我相信他装修了 不是很久的 几年前 那你看到他也都 保持得非常之好 而且呢 我们也都昨天刚才所说 做过大清洗的 那你看到是些 很modern的白色的厨柜 那他也用了一些matchel磚 那也都下面有LED灯 还有也都有个 就是 是laminate的redtop 虽然就不是 就是不是石料 但是他都配得很漂亮的颜色 就是浅灰色 和一些少少sparking 那样的 那这个位其实有少少 像一个breakfast bar 可以看看 那其实这里呢 他可以摆回两张高椅 那这边呢 就是做一个饭厅 那所以呢 其实呢 都很好洗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边呢 那他就有西人 真的很喜欢oven double oven ok 跟着呢 就也都有个 ditch washer 的 ditch washer 有个 这个牌子就普通一点 那这里也都有一些 柜桶 那样 那有个 San Lucy的 煮食楼 电磁楼 那这里也都有一些 都很多storage 的 看到 一个extractor fan 那 那 那其实基本上 那些东西都是很齐备的 ok 跟着呢 这边还有个雪柜 忘记给大家看 哎呀 哇 挺实的 哎呀 在这边 ok 那有个雪柜 那下面冰柜 很standard ok 那跟着呢 我们就再走 其实去这里 其实这个饭厅呢 也都看到了 做了一些 入场的 櫃 就是那些 书柜 或者是 书架 我们叫做 也都有一些 shelves 那样 那其实呢 你见到呢 其实做一个 这些 入场的 就是 订造的书柜 都不便宜的 那他都做了算是挺精致的 那所以就 其实我感觉上 这间屋呢 其实他那个 池仔业主都花了很多心思 好实说 那 ok 跟着我们再去花园看看 那 其实这间屋 其实上一艘业主 就拿了所有的窗帘布走 那 所以这些呢 其实窗帘棍那些 全部都是 我们帮 新的业主 加回去 那 那我们看完 那个花园 其实他的 花园呢 其实就是 另一个卖点来的 进来看的时候呢 其实那天来说很热闹 很多人来看 那其实呢 虽然那间屋里面 本身的 那种状况很好 但是 其他花园呢 其实真的相当不错 你看看呢 他那个花园 其实那个面积 有差不多600尺都有 也算是一个 很低保持的花园 你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 草地 这里有几棵树 但是不是经常要剪辑 那只 所以也挺好 这边呢 你看到呢 它已经是 很大的面积 这边是200 200多尺 其实 应该差不多 200多300尺 也有 其实很大 那本身 就已经铺下了 所有的砖 铺 而且这里 也可以放一些 很大型的 湖外傢俱 可以享受花园 BBQ 也好 那这边呢 你看一下 这个位子 其实呢 其实呢 他现在 虽然都做了 少少 可能是少少 extension 但是其实 他可以 有条件 在这边 做一个更加大的 extension 那 如果那边做 extension的话 可能呢 就反而起来 可能考虑 就加上个房子 又一个窗 就会好些 那当然 这个就会是 很大的工程 因为前面 就已经做了洗手间 其实这个就要找 就是再去量度 但是 可以考虑 就是 就是 在这边做 extension 将个 厨房 和个 饭厅 更加做一个 更加大的 dine-in kitchen 那样 还有呢 你说你旁边 旁边 他都做了一个 north conversion 那这间屋 是三房的屋 其实还有一个extension 即是有一个extension 的potential 就是在lorth conversion 那里做 真的可以将三房 变成四房 将这间屋的价值 是增高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 上去看看这间屋的楼上 OK 接着我们上楼上了 那楼上呢 其实呢 就是铺了地毡 上面一层都基本上 都是铺了灰色地毡 那么就比较冷调 也都陷入整间屋的隔调 那和上到去 这个landing位 其实呢 反而这个landing位 就挺宽敞的 那就是不是一些 长窄型的landing位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 比较是方方正正的 的landing位 那我上到来呢 这里的位 都挺宽敞的 可以看 另外的角度去看看 那上面有三间房的 那我们首先看了 其中一间主人房 那主人房 其实你见到呢 其实都 尺寸都不错的 有整130尺左右 那还有 也都有入场柜 那入场柜 那入场柜来说呢 你见到是一些 白色的入场柜 那还有 入场柜其实呢 都挺重要的 虽然租屋来说呢 很多时候都是 house来说 自己 就是客户 就是租客就有家司 但是呢 就有时候他们未必有 就是有衣柜 那所以呢 其实租屋来说 如果本身 已经有一些 好像类似的入场柜 其实是一个bonus 那这个呢 其实这个入场柜 看到condition 都不算是非常之好 但是都算是有了 还有 就是两边 上面都有 那其实 对租客来说 是一件挺好的事 那家里也是 就是业主来说 省回一笔钱 可以不用花钱去安装 这个入场柜 那这里来说呢 另外一个 就是海外 挺煞食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房呢 其实可以看到 就对着一个 很漂亮的公园景 那早上起床呢 可以看回一个美景 还有 也挺舒服 还有呢 有一件事呢 我都挺欣赏这间屋的 就是 那些窗和门很新 我相信这个窗呢 也是新换的 你看到 就是新换的 如果换窗呢 就相当之不便宜的 就是都挺贵的 这么大间屋来说 所以这里来说 就起码所有的窗和门 其实都换过的 就是业主 起码将来十几年来说 都不用烦了 是不是这件事 还有呢 这间房呢 你看到呢 现在一个 即是通都很漂亮 就是浅灰色 和配白色长 但是之前呢 不是的 之前来说 是一些很深的颜色 但是 当然了 大部分人都喜欢 比较一些 neutral的颜色 所以现在 我们都是 游回一些 比较是 可以说 比较 浅色一点的颜色 那看上去呢 就家房比较干曼一点 那现在来说 效果都相当不错 不过呢 因为前业主 就把这间屋 所有那些 窗帘布 和窗帘棍 都拆走了 那所以呢 我们都要 帮业主重新 装过 那装的时候 其实都有少少问题 因为呢 这个本身呢 上面呢 其实它的墙身是旧色的墙子 游游都是游到墙子上 就比较难游一些 加上游之前都要将墙去repaire 譬如拆了些东西就有很多洞 有些墙就要维修 要修理 所以这个就要花多时间 我们再看看旁边的第二间房 还有窗帘布 其实我们也和业主安装过所有的窗帘布 这个第二间房 二间房就有一个很大的窗 反而这边的房子比较光明 虽然它的衣柜 前手业主很喜欢深色的东西 特别是深蓝色的衣柜 但是颜色衬白色都可以的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我之前来说有些地方是要修补 我们都是配同一个颜色 修补櫃 现在来说的感觉还蛮好 起码来说 就是刚才所说 有个入场衣柜可以用 而且这个房间的尺寸是大约一百尺左右 我们也帮业主安装了一些新的窗帘布 这个就没有内花远景的 它这里的 那个boiler就放在这里 放在櫃那里 那其实就 当然是没那么好 但是呢 如果是 但是看到一个boiler是新的 其实前手业主 我觉得它有点奇怪 其实它下面既然做 就是装修了 那其实为什么不把那个boiler 放在那个utility room那里 就比较好一些呢 那或者是随房也好 那所以因为那个boiler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在这里加上个 carbou monosai的alarm 那这个是需要的 ok 接着呢 我们去看第二间房 ok 第三间房其实应该是 那第三间房呢 就现在来说就是 你看到就是一个 都算是一个尺寸不错的房 都有差不多六十几 六十几尺 接近七十尺 那在三房这一类屋来说 都算挺难得的 因为很多时候第三间房 都是相对比较小一点 那这间房其实都很容易 放到一个single bag 跟着也有位置是放在衣柜 那上面也有一些柜 就是本身已经有一些 入场的柜可以用 那还有来说就原本这间房 其实就前手业主就有了一些 很exciting的color的 就是红色那样的 那当然不是个人可以接受到 那所以其实租客和业主 都要求我们将它 游到一些比较浅色那我们就游到达色那 就比间房是比较光满一些那样 那所以现在感觉上 都挺光满的那间房 那就外面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 发型景那 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看一下这间房 OK 跟着最后就看洗手间 那洗手间来说 其实是一个洗手间挺modern的 那虽然说之前就说上面 不是太多东西是做了装修 那但是厕所是说它是有做到的 那你可以看到全部 一些灰色砖都是很modern 那还有来说全部都是做到上顶的 那可以看看浴缸 这个P字形的浴缸 就是洗澡位是比较会阔一点的 也有个hand sour 也是入墙的 那入墙来说做工也是贵一点 也有个sour hat 那这边呢 它也做了几个高身的暖板 就是一个毛巾架 那就可以保持这间房间 就会更加暖一点 OK 基本上我们就看完这间屋的了 OK 刚才就带大家进去的湿层 就看了一间 我认为很适合family住的 一间三房的暖度楼屋 那一个怎样呢 那可能大家也会很关心就是 买了多少钱 还有如果说出租的价钱是多少钱 那刚才那间屋是经我们买入的 那这个买入价就大约就是 66万英镑 即是660k 那现在其实就已经是出租了了 都收了屋之后 其实很快就已经出租了了 那就是 出租的价钱就是 2100英镑 那还有我想说一下 为什么这间屋 我觉得是很适合family呢 因为呢 其实这间屋的 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间屋的对面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还有也有一些 给小朋友玩的一些处备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 譬如有些family 就可能有些小朋友 放下了学回来 就可以去对面公园 就是放下电玩一轮 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回家 那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还有实际上那间屋的layout 我觉得 特别在楼下那一层 那那个layout 实际上是挺适合family的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就是open的饭厅 还有也有一个 想他们说的尺寸是挺大的客厅 那今天呢 我们分享就到之为止了 那如果你是 喜欢这条片的观众 就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在英国来说 都是很注重一个family的家庭的生活 那好像呢 那好像呢 因为呢 其实呢 我也是带了我家人去那个地方玩 那就是在这个位于一个在伦敦堂的 就是一个叫cadbury world的地方 就是这个chocolate factory 那cadbury这个牌子呢 吉伯利 吉伯利这个巧克力 那其实在英国来说呢 都是一个国民的巧克力牌子来的 那今天来到这个chocolate factory呢 其实呢 就不只是就是看啦 其实就是很多东西玩的 那就是 可以说分开两个部分啦 有一部分就是 可能是进去呢 就是会是一个tour啦 那就是一些介绍一些 就是这个cadbury公司的 一些怎么制造啦 怎么做巧克力啦 History啦 那也有些是可以自己做巧克力 这样玩的 也都可以试吃啦 还有来说 也都是有一些机动游戏玩的 有一些ride的 那你可以坐上车那里 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历史利诺年 那些主题公园那样啦 可以就是人家可以玩啦 一些就是给小朋友可以是enjoy一日 或者是不只是小朋友 是大人都可以enjoy一日的地方 那其实英国来说 真的很注重这些family activities的 那其实除了好像这个cadbury world之外 那其他地方都是 比如可以去一些castle 或者其他地方玩都 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去玩的 如果真的有心去发掘一下的话 那还有呢 玩完刚才我所说的那些 就是这个吉伯利巧克力中心之后呢 其实呢 现在我就在炭他的tea 那他就玩完之后 其实呢 就另外有个package 就可以high tea的 那high tea当然就是以朱古力为主啦 那还有我就带了两个女儿来的 所以呢 现在呢 都很开心的 在吃着这个 在喝着巧克力 也是在吃着朱古力蛋糕 有了三文字 都很精緻的 那OK 那我就准备吃东西了 那可能大家都有兴趣 这个活动是多少钱呢 那其实他这个package 有一个family ticket 那就是60磅 就是四个人 一个family ticket的票 那还有呢 那个tea来说呢 就是大概是 小朋友12磅 大人15磅一位 那虽然呢 价钱也不算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都 都值得的 就是算是一个特别的活动 那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chocolate tea 有些什么吃的 那有两层高的 那除了有饮饮之外呢 那下面这层呢 就是主要是一些skum 三文字 和一些cream 这些 那上面有些chocolate cake 麦克兰棉 和一些 应该是Barnie那类 那些chocolate cake 那所以来说呢 其实呢 都挺吸引的 那给大家看看 我女儿的儿童 儿童之差有什么呢 那就小一点的 那就是有三文字 那就是有三文字 那也有一些chips 就是有些cript 那都挺丰富的 那我们准备吃了 这个Cardberry World的另外一部分了 那这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一些外面 一些外游戏 一些不同的游戏 一些不同的游戏 有这个4D电影 也有一个museum 应该会带大家进去看看 那里也有一些show 给小孩看的show 那这里呢 其实呢 我刚才就已经进入了 这个Cardberry World的旧的factory 其实现在里面 就已经是一个tour 就是有些rides 就是可以坐车 看看整个history 也有一些表演 也都是有些可以尝试一下做些chocolate 很多不同的一些 给全家人可以享受的活动 那进到这里 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挺大 外面看就不像 那这边呢 进到这里就可能有一些休戏的地方 那其实呢 最重点是什么呢 最重点就是 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 其实很多小孩在这儿 那这边呢 就有一个playground的 playground就是 最主要是有一些 会看到有些游戏 但现在因为下雨的关系 就干离了 有些可惜 刚才我的女儿也玩了一阵 你会看到有些可以扒一下 一些繩子 一些滑梯 小孩都喜歡爬高爬低的玩意 其實最主要是4D巧克力旅遊 其實我玩了兩次,挺有趣 進去後就像4D電影,戴上眼鏡 然後就像你坐著一個過山車一樣 可以在工廠周圍飛來飛去 甚至乎飛上天再踏下來 其實感覺也是很真實的,很有趣 我們走前一點,這裡還有一個餐廳 稍後我進去看看 另外一個就是Flatos的Festival Fun Show 剛才我已經看過了 就是一些表演,有不同的角色 在跳舞,做一些搞笑話 一起一起跟一群小朋友做一些練習 挺有趣的